这个嘉宾很特别的嘉宾 他是有一些自闭症的问题 而且这种很奇怪的一种自闭症 这种自闭症他 没有办法知道他自己 没有办法知道他自己 然后呢 他 连大便小便 他也不懂得处理 他现在是17岁的人 他比一个大概 4-5岁的小孩子还不懂 一般的4-5岁的小孩子都会 懂得大便小便这些 然后呢他是刚开始 他的父亲交给我们的时候呢 他是完全的不会的 然后呢还有东西我们以下到 也其他会很多东西他都不会 所以呢这个视频呢 我很想分享给大家知道 关于他这种问题 今天我要分享的 为什么要分享呢 就是有很多父母亲的孩子 其中的孩子可能有得自闭症的人 他他的孩子呢 虽然医生看到有得自闭症的人 但是他 他的心里面 心里面跟 身体里面 他也是有别的毛病 也是有别的毛病 所以呢 他的父亲交给 叫我帮忙 医他的时候呢 交给我医的时候呢 所以我就 发觉到他很多很多很多问题 他其中的问题呢 虽然你看他现在这样子啊 很活泼 当初呢 他是静静的 不说话 完全都不说话 讲话呢 你可以说是你完全 听不到他讲什么 而且他也不像现在这样活泼 他现在呢 是超级活泼 会跟人家玩 会跟人家斗 可能还会顶嘴 那之前 他的父亲 交给我们的时候呢 他可以说是 真的是 连他现在呢 他 然后我 我发现了他 他整个 他整个 比一般上的小孩子 可能会 更难教 更难教 因为呢 他不知道他自己 但是他有个很特别 就是他会读 华语 英文 这些 他也会讲这些 但是呢 他不知道他自己 他大便小便 他不懂得 那个 处理 大便小便 他也不懂得处理 然后吃东西呢 也不懂得 他好好的吃 这个是很奇怪的病 很奇怪 但是他会 你叫他看字呢 他会读 他会读 就很像呢 就很像我这里 这里 我可以叫他读一个字 给大家看 然后这个字 这样读 生命 生命 你 要 养 奔 奔 奔 你看 他可能会读 但是他不会处理 他自己 大便小便问题 他的父母亲 交给我的时候 完全的不懂 我自己也吓到 当时呢 他去厕所呢 他也不会盖门 然后呢 他 他 他大便方面呢 他还拿 这个 分辨来玩 哦 还拿分辨来玩 你可以想象 他有这种问题的嘛 所以大家 我相信呢 可能遇不到 有这样子的 问题的人 然后他还有一点就是 他父亲呢 他的父母亲 他也不是很知道 然后我慢慢发现到呢 他咬东西呢 他在 他在一边咬 总之他咬东西 他在一边咬 然后我发现了 我看过去呢 他的牙齿一定有问题 后来 我就叫我的学生 看一下他的牙齿 是不是有问题 后来看 真的是有问题 就是有蛀牙 所以这边咬牙了 这边有咬牙了 所以他专门在这里 一般父母亲 可能发解不到 所以他的父母亲 交给我的时候 我就发现到这个 然后呢 他还有 刚开始交给我们的时候呢 他很喜欢摸手摸脚 为什么呢 因为他很 有很严重的皮肤病 非常严重 而且他的皮肤病呢 可以说是他的手啊 全部是脱皮 全部是脱皮 而且他脚更加厉害 有机会呢 等下次好呢 我再拍给大家看 正式给大家看呢 他 虽然是我们比较慢拍 比较慢拍的 现在是比较有好 他脸已经好了 之前 他的父母亲交给我的时候 他的脸呢 都是有痘痘的这里 因为红红又有痘痘的 然后他手呢 有脱皮脱皮很厉害的 然后现在呢 他的手一粒一粒 现在呢 他的手 现在的手 你可以看 他的手这里 可以说是差不多 好到差不多有 还有20%还没有好 还有20%还没有好 但是他的脚 就更加严重 他的脚就不方便 给大家看 因为不是很好看 所以呢 所以今天我要分享出来 虽然是有很多人 我发现呢 有很多人的孩子 得了自闭症 自闭症呢 有很多种 很多种 然后有很多种呢 但是 有的父母亲 他不知道他的孩子 还有别的毛病 就像他的父母亲 认为他有这个病 但是我看过去呢 他有很多的病 其中就是 其中就是他有这个 他的骨跑掉 他的骨跑掉 然后他有牙痛 他的父母 他的母亲也不知道 天天照顾他也不知道 他有牙痛 然后呢 他吃东西 他吃东西就非常奇怪 一般上小孩子吃东西 他会去咬 但是他不会咬的 他是囤的 会很吓的 所以呢 现在呢 我们慢慢教他 教他过后呢 他反而 他会开始慢慢会咬 会平化 然后之前教给我们是完全是 不会讲话 不会讲话 然后 只是会笑 会笑 然后现在会很活泼 会跟人家玩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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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看他的 他的龙骨那边 已经跑了 必须要拉 然后他还有一个就是呢 我发现了 他每次坐住的时候呢 他一站起来 走路 一拐一拐一拐的 所以呢 我就可以抓到呢 他的龙骨有跑 而且他的脚的神经 可能 也有压到 所以最主要呢 就是要 要 医好 他的龙骨 虽然现在呢 我跟我的学生呢 来 来教他 教他 处理他 他个人的问题 就是 他吃饭要怎样吃 然后要怎样称呼人 然后 还有种种方面呢 从最低那边教起 所以现在呢 他学会呢 会比较活泼了 然后 还有的东西呢 就让这个 我的学生娜娜 来 跟大家讲 然后 刚开始的时候呢 就是 刚开始的时候是 他的爸爸 跟他的妈妈 是想过 要来看病 要来给我看病 然后我都看回去 他的舌头 然后我感觉到 他的心体的疾病很多 后来我都想过 要帮他 因为 他也是 一个 正常 有 手有脚的 那种 有手有脚的 不是残废的人 不是残废的人 我都想过要帮他 我都跟我的老师说 我的老师都说 可以咯 这样咯 后来 我都发现到 他的手啊 他的手啊 很多一粒一粒 红红啊 很多满满 脱皮脱皮 一直压 一直爬 一直爬 然后我都 一定要教他 开始 我带去我的老师的家那边 我也不知道 他 小便 也不会 冲水 也不会 关门 他 大便 也不会 自己洗屁股 总之 等等 不会啦 很多不会的啦 然后我们交到 现在大概 一个月了 他的手 也是 用我们的 草药 我们的油啊 我们自己做的油啊 查了好很多 但是不知道 他妈妈带回去 也是一样 一样这个油查的 但是 查不好 但是我们给他查都能好 就是这样 然后 还有 现在我教到 我问他啦 比较好 请问你叫什么名 讲 节旗 大神讲 节旗 然后 老师教你 小便 要怎么办 要冲水 还要冲水 还要呢 要冲水 要冲水 没有 小便 小便 冲水要关什么 关门 冲水关门 好 然后大便呢 要冲水 冲水要什么呢 大便 冲水要洗什么呢 大便要怎么样 大便要洗屁股 然后出去不认识的人 可以 可不可以给他讲哈喽啊 可以吗 可以 可不可以大声 可以 不可以 好 然后老师没有带你出去 你可以自己出去吗 不可以 自己出去为什么 会抓 会给人家抓对吗 大声一点 你要讲大声 给人家抓 对 然后一道人要给人家讲什么 一道阿恩要讲什么 谢谢 不是 阿恩 问好 阿恩吃把阿嬷 然后一道妈妈呢 阿嬷也吃把阿嬷 一道爸爸呢 爸爸也吃把阿嬷 一道老师呢 老师也吃把阿嬷 阿嬷 以前全部都不会的 全部都不会的 阿嬷 不可以这样 有 阿 做好你要吃美濃娜吗 要 我要吃美濃娜 要要要要做好 阿 不要 但是他有一个不好 他脾气都是这样 他没有那个耐心 耐力啊 对吗 刚开始的时候 他是很近的 完全都不出声了 然后我们经过我们教了 他大概现在有差不多要 半个月 有半个月 一个月 有一个月呢 他变成活泼起来 之前是静静不讲话 讲话也非常非常小声 比小鸟的声音更小声啊 非常小声 所以我非常头痛 我都要怎样 怎样来帮他 怎样来把他治疗他 治好他的身体的病 哈哈 现在是活泼固龙啊 变成活泼的小孩不一样 现在他17岁 但是真的 亚氏学到很多东西 但是亚氏要再学习 嗯 啊 这期还要学吗 要学习 还要学更多吗 学更的东西是 嗯 以前他不会的 问他什么 这样 静静 还有啊 以前啊 冲凉啊 呵呵 不会带什么东西的 那一秒穿亚氏会出来的 这样 现在冲凉冲凉要要要戴什么 戴衣服 大身 戴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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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教他冲凉一定要戴几样 他都会了 啊 没有以前开始 但是我也是不想要每次跟我的老师讲 我不能教 我不能教 真的很头痛 什么也不会 比一般36岁的小孩子更糟糕 OK吧 那老师你还要讲什么 然后呢 我带给大家 给他读一下这个什么字哈 这个怎样读 呃像 提树 大家也知道哈 他会读哈 但是他不懂得 怎样照顾自己也不 不认啊 但是他会认字 会会读英文这些呢 所以他得一种非常奇怪的病 呃大家在呃这里视频所看到呢 呃大家有没有议过这样子的问题啊 如果有这样的问题呢 呃可以医好他的方式啊 呃可以分享出来 如果是你有医到 呃有医到这种呢 他他他他不知道他自己 呃他不知道自己 但是他看书呢他会看 呃但是他有一个呃 呃他好处就在这里 他他会看哦 他会看 但是他不认 老师你好吗 不是很 不是很认的人 也不是很认的自己 哦 看人家也是不懂得自己在做什么 所以那跟平常人是完全有很大很大差别 跟小孩子来讲有很大差别 那现在呢我们在教他呢 一直慢慢在进步 一直慢慢在进步 然后透露师呢是呃他的父亲是来来看病 然后来呃给这个学生这个娜娜 来来来啊把他看病看病 看病然后他就跟我讲啊这个 这个他的这个毛病 然后像呃呃他的父亲呢也就带我们呢 希望可以帮助他帮助他 帮助他啊这样医好他的病 所以呢我们就 用呃最大的能力 最大的能力 最大的能力 能帮呢就帮他 然后把他 呃呃呃呃呃在我看呢 他最大问题的身体上 他有一个很严重的皮肤病 非常非常严重皮肤病 这个他的父母亲是还没有发解到的 所以我最主要呢先治好他这个皮肤病 然后这个 他认识他自己 这个我不知道各位大家在自己收看 有没有听到一种任何一个方法 他可以认识他自己 除了我们这样子面对面这样子教他 所以这个是一个给我一个很大的挑战 因为虽然我是看了很多病 但是这个是很奇怪的一种病 他不知道他自己的 所以刚才像我刚才讲 他吃东西是用吞的 我相信大家也从来没有看到一个人 吃东西是用吞的 他可以吃饭很快的吃完 比任何人都快吃完 但是他用吞的方式 如果你没有去发掘到 他是用吞的方式 他不是用咬的 所以他吃饭吃东西比任何人还快 所以他在这里吃东西过程中 这个我会慢慢再教他 教他变成他会自己咬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他持续这样子用吞的方式 他的胃会受不了 他的胃会受不了 他的胃也会坏掉 所以必须要一段时间来教他 除了要医好他的病 他要教他怎样调理自己 怎样知道他自己 找回他自己 所以那 那还有什么话要讲 还有 我最开心是 他会什么 他会 其实 哪是 老师没有带你出去 你可以自己出去吗 我最开心是这个 坦白讲 我用很短的时间 找到他这个 因为 他的母亲跟我们讲什么 他自己读书的时候 自己跑 他在中邪的时候 他就自己跑出去 跑到稳上 不懂得回来 他不懂得回家 所以那是一个很奇怪的一种 一种脑病 所以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 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 如果有遇到 可以在下方留言 来分享 他们是怎样治好 如果是有这种病 要怎样医呢 一边也希望大家 如果说是 有任何意见 有任何意见 要怎样帮助这种人 可以分享出来 可以分享出来 希望 我遇到他 希望我们的亲身经历 可以帮助 还有别的人 跟他有一模一样 这样的病 希望可以帮到更加多人 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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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你跟他讲 大家晚上说 再见咯 再见 那我就分享到这里 关于他 拜拜 现在的进展 接下来呢 如果是他 我给你 他皮肤病好了过后呢 我可能会再跟他 拍一个视频 妈妈 分享 不可以让他叫 我是你的老师 你不会让他叫 像现在呢 跟以后呢 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 不可以 好 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新闻草药 自然一些 下期 见 拜拜 再见 再见